幹我這麼忙起來耶 幹真的假的 幹可以不要鬧嗎 那時候農曆的時候 有一次我也是在 我也是在 我也是在那個 電影院然後我那天也是剛好在那個 地下樓層的那一邊 然後我剛好也是打烊 然後打烊要負責倒垃圾 那我先說一下這個格局 這個格局是 上面 他是一個商場 然後這個商場呢 到晚上 10點過後他就關了 然後這個商場有一個電梯 可以直達樓下的停車場 然後這個停車場呢 他是 在 地下某一層樓 不要說幾樓 地下某一層樓 然後他的中間 有一個某一層樓 那一層樓就是我的 地下電影院 然後 在 這一個電梯 他 要到 停車場這邊 是 可以自由上下的 但是 這個電梯 要停在電影院這層樓 他是 需要 權限的 他是需要 我們的權限 才能夠讓他停在這一樓 不然他是下不來的 那 所以說那一天 已經過10點了 理所當然已經過10點了 因為已經要打烊了嘛 然後他的垃圾場 是比較偏遠的地方 那有一條很長很長很長 他媽超級長的廊道 每次要走這個廊道 我都覺得很恐怖 然後 要收結尾的時候 你必須要把垃圾推到這邊去倒 然後有一次我就 要 準備要結束的時候 我就推著我的垃圾車 然後就往這邊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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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那個電梯呢 他的結構是這樣子 他的結構是 一般我們 電梯 電梯的話 他都有語音配置嘛 電梯門開了嘛 之類的 然後他的語音配置是 電梯門 要開了 然後他就會說台語 電梯門要開啊 那 電梯要到的時候 他就說 電梯到了 電梯到啊 然後 電梯開門 電梯要開門啊 他就會這樣講 那一天我就推著我的垃圾車 很開心的推過去 因為我要 我要那個 下班了嘛 然後我就把垃圾車推推推推推推推 推到 推到 那個廊道 然後走了進去 走了進去之後 到這裡面 然後我就準備在那邊包垃圾 因為很多很多箱 我就準備在那邊包包包包 包包包的時候那個 電梯在一樓 他就突然間 呃 跟我說 電梯下樓 因為那邊回音很低 電梯下樓或上樓 你都聽得到 然後他就突然 電梯下樓 等推了啦 我就轉轉過去看 靠北他從一樓這樣子 往下往下往下 我想說 欸應該是到B2 因為那時候龍力去月 我自己就會緊張 那個時候他要到B 我以為他要到B2 因為到停車場 但是我後來 突然間 腦子一想 幹不對啊 他怎麼會從一樓到B2 那個商場的門已經關了欸 那個商場的門已經關了欸 阿 他怎麼可能可以從一樓到B2啊 然後我就 幹不對 瞄頭不對 我想說 不對 我就把那個熱車 包到一半的時候 趕快再轉頭看一下 然後那個電梯是從一樓 他就電梯下樓 電梯要下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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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 登 往下 然後到B1 然後他會再跳B2嘛 欸靠北啊 我怎麼講出來 到 到某一層樓 然後再往某一層樓的時候 他突然停住 他就會說 電梯 搞 他就會說 BX搞 BX 到了 電梯門要開了 電梯門 要開啊 我想說 靠北 我馬上 那個電梯門還沒開 我馬上直接 直接 東西丟著我就走 我就走了 我就直接 直接從那裡 用 用衝的衝出來 衝出來之後 我整個人全身雞皮疙瘩 我想說 靠北怎麼會有這種 怎麼會 東西開了 然後在那邊 然後我就 我就 我就嚇到了 然後我就出來 馬上打電話去問 問說 欸 那個 我就問我那天的Leader說 欸欸欸欸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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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你你你你你唸回來嗎 他就說 沒有啊 怎麼了 然後我就 我就跟他說 欸 那個 電梯門開了 他說什麼電梯門開了 我說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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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垃圾場那邊的電梯門 停 停在 這一層開了欸 他說 幹真的假的 真的很怕 我那邊 嚇到我真的 我直接把那個垃圾網丟到那邊了 完全沒回去 或是他就說 那你直接回來吧 我就直接回去了 然後就留言給那個 留言給人家 叫隔天早上的群人 那真的太恐怖了 就是你很難懂 因為你不知道那個格局 但是我就是跟你解釋 他不應該在那個時間點 電梯突然動 也不應該在那個時間點停在我這一層 就算是警衛他也不可能停在我這一層 他就算手慘他不小心按到那個按鈕 他也不可能讓他按得到 因為那個必須要我們知道的人 才能夠去按那個按鈕 那邊是被封鎖住的 因為避免你從那邊進來偷看電影嘛 所以那裡一定是封鎖住的嘛 所以你不管怎麼想都不可能有人會從那邊下來啊 幹我是嚇到我直接人跑走欸 太恐怖了 這個真的太恐怖了 這個就是我覺得最忙的 雖然聽起來比較沒有那麼恐怖 但是我覺得這個是最忙的 那個真的很扯 跑到一個爆炸 快 還好啦 只要運行無愧就好了 快 還好啦 快走 快走 快走